说书不要麻烦 咱们是上来就书归正传 上完书咱们说了 哎这大小河卓呀 出逃了 跑了 并且这定边将军召会 并没从归降来的回人嘴里 问出这大小河卓出逃的方向 当然了 这人呢 不能就这么让他跑了 肯定得追 肯定得抓 关键是他又没有线索 不过现在的紧要问题啊 是两路大军要先进城 分别呢要进这个叶尔枪和喀什嘎尔 按方向算呢 这赵慧呀 是从这个阿克苏库车起兵的 他肯定是要进喀什嘎尔 竟逆将军复得领兵啊 从和田出发 那进的肯定是叶尔枪城 在进军喀什嘎尔的路上啊 这赵慧就惊奇的发现 这八旗兵向着两座城池进兵 这些南疆的回人不但不阻拦 反而夹道欢迎 这赵慧的奏折原话是这么说的 沿途村庄回人 拒扶老邪又 道左贵营 所见回人皆献牛 九国耳 情辞公顺 进了城之后啊 这赵慧呀 才算多少的理解了 福道欢迎清军的这些回人的心情 咱们呀就拿这个叶尔枪城为例 军门复得进得叶尔枪之后啊 拿过这个城里的户口部来一查呀 这叶尔枪城原来有这个回众两万三千余户 经过这个清军进城清点啊 现在剩下的不到一万户 那会儿人呢 他不会计划生育 咱们按这个一户五口人来算的话呀 广是叶尔枪城啊 就损失人口六万五千多人 可是您别忘了这大小合卓呀 从那个北疆回到南疆 也无非才两年多 哎 换而言之 当年呢 这准个二韩国统治南疆 虽然呢 采取的是暴政 所用的税收方式呢 也是连争带抢 可是啊 这大小合卓回到南疆之后 这人民也没落着好 不但挨了饿 而且死了人 当然了 这里边啊 也不是全都死了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啊 被这个小合卓获击债 裹挟走了 随同他呀 一起出逃了 这个数字啊 咱们现在先不讲 后文书啊 咱们还会有交代 被大小合卓裸走的回众啊 几乎都来自叶尔枪 昨儿咱不是说了吗 论手腕啊 这大合卓波罗尼都 还是不如这个小合卓应 他呀 也想把喀什嘎尔的男女老少回众 一同带走 可是这些人呢 不愿意跟他走 走到这个提斯滚这个地方啊 这些人呢 可就不愿意跟他去了 于是这大合卓波罗尼都 一狠心呢 他就把这些人的衣服抢走了 意思是说呀 你们不跟我走啊 也别想落着好 当然了 这喀什嘎尔城啊 也有自愿跟着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跑的 据这个何继默阿红啊 和这个赵慧讲 这喀什嘎尔城中啊 有150余户是愿意跟波罗尼都走 并且呢 还有一千多男丁 都属于是激进派 也就是那个抱着圣战的心不死的那群人 用这个大合卓 波罗尼都自己的话说呀 叫做亲信男丁千余口追随 这大小合卓呀 因为这些个事情啊 就更失了民心了 现在这南疆回人呢 看到清军呢 那简直就是看到旧情一样 是不是心向王化呀 咱们先放在一边 哎 总之呢 这清军一来呀 算是把他们从苦难当中解救出来了 不用迁袭呀 那肯定是好事 所以这南疆回众啊 才单石湖疆的 以迎王师 那现在这大军进城啊 这主帅没要干的事还真不少 首先呢 是各城要加强防御 哎 你知道这大小合卓是真跑了呀 还是埋伏到城外 以待时机准备杀个回马枪啊 所以说呀 这城内的人呢 要做好准备呀 防着他这手 其次是赶紧撒出人家 各路探马四处查访 这大小合卓到底是跑到哪去了 然后呢 就是派出几路使臣 让这些人呢 分别去布鲁特 霍罕 以及巴德克山 向这些地区的投人们呢 去宣这个定边大将军域 警告他们 一旦这个大小合卓逃到此地呀 立即勤拿交与天朝大军 若违遇不交 大军杀到定是屠城灭债 这最让人头疼的事啊 还得办 什么事啊 就是得把这些情况 一五一十的 详详细细的 写奏者 汇报给朝廷 汇报给乾隆皇帝 那有人说 不能光说好的 咱们不聊那坏的 必定啊 这两路大军呢 就占了两座城池 现在呢 从理论上讲 这南疆诸城啊 都已经画进了大清的版图 跑了贼手 咱慢慢逮呗 这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其实啊 这杖刚打到一半的时候 乾隆皇帝就把自己的态度表述的很明确了 他说呀 只有抓住囚守才算是最终胜利 如果呀 放跑了这贼手 也就是大小合拙呀 那你看没有 北疆当年就是例子 这阿摩尔撒纳呀 是怎么反的 这南疆呢 一定会重蹈覆辙 所以呢 这跑了大小合拙 赵慧等人向朝廷奏报 那还是胆战心惊的 无论是赵慧呀 还是富德呀 写的折子 开头都是一个格式 叫做请罪折 尤其是赵慧呀 和这个乾隆皇帝表示啊 这大小合拙出逃 责任全在他 如果这皇上要降罪的话呀 就处罚我赵慧一个人就行了 其他将士呢 让他们留在乾泥啊 戴罪立功 就别处罚了 这乾隆皇帝在京师啊 看完了这些奏报之后 他也琢磨了 这人都跑了 我还指望着你们在乾敌打仗呢 我还发个屁呀 于是这乾隆皇帝呀 就降旨到乾敌 皇上旨意说 我兵为底城下 贼已篡意 非将军等之意 但二成既定 而逆贼兄弟为秦 南云郡士 大小合拙 计量已无所失 耳朵或招服或离间中途 比自会散 多明白呀 这圣旨里说呀 别检讨了 赶紧抓人家是正事 那么说现在这清军是什么情况呢 这前方的清军呢 虽然算不上是兵强马壮 但是啊 也是能够支应 就在前不久啊 这富德军中啊 又收到了一批从后方送来的战马 这押战马来的可是一位名人 谁呀 就是后来的大学士张家世一代名将阿贵 这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啊 咱们现在讲到第三功 快讲完了 您要是有这过日子的心呢 能听到底 那么这阿贵这个名字呀 您将常能听到 哎 但愿吧 自要您乐意听啊 他我就乐意讲 说起这阿贵来呀 那因为他是贵族 所以说他算是少年德志 其实啊 他可不是现在才出场的 乾隆二十年的时候 他就参加了北疆的平准战争 最初在这个乌里亚苏台 负责管理台站 哥现在说呀 是个哨所的这个连排级干部 因为这个战功卓住我 所以受到这个主将 乘滚扎部的信任 那既然得到信任 就必然重用 那重用以后呢 就能离更大的功 所以说在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 这阿贵 已然是香红旗蒙古的副都统 公布侍郎 可是也就是在那一年 这爹死了 于是这阿贵回京奔丧 当然了 这是皇上授意的 要是按常理呢 就得在家守孝 不过呀 因为军情紧急 皇上就信任他 所以就在当年的七月 又把他派到了西北 咱们在讲凭准战争的时候 已经聊过了 实际上在乾隆二十二年的年底 这准部就基本平定了 不过还有一些逃窜了的准干尔 算是漏网之鱼吧 躲在深山密林当中富裕顽抗 那会儿的阿贵就和这富德搭伙 一同收拾残局剿灭余腻 乾隆二十三年之后富德 来源诏会 这阿贵呢 把北疆最后的点事啊 也处理完了 待到这个北疆完全平定之后 乾隆皇帝又给阿贵一道旨意 让他呀搜罗征集战马 然后呢 送到这个南疆富德的军中 并且就留在南疆受赵慧提掉 一起就征讨大小合卓 您不要怨我呀 在这儿啊 多交代这个阿贵几句 因为他注定将成为以后啊 咱们书中的主角 只不过呢 不在咱们这部书 下一部二打金川呢 他还会闪亮登场 咱们按下他们不说呀 还得说赵慧 赵慧基本上啊 把大军入城之后 喀什盖尔和伊尔枪的事物 处理的差不多了 这会儿啊 也有探马来报 说这个大小合卓呀 具体要跑到哪儿啊 还是不知道 但是怎么跑的 走的那条路 顺那个方向 已经侦查明白了 他们呀 肯定是往西跑了 入了葱岭了 那有人就说了 这葱岭是哪儿啊 哎 当年啊 大师玄奘翻过葱岭 才取得的西京 那会儿啊 这个地方叫葱岭 现在呀 这儿叫做帕米尔高原 既然有了这个叛军逃顿的方向啊 哎 这赵慧可就不敢怠慢了 于是将领传下 大军兵分三路是追击大小合卓 第一路啊 是先头部队 是一支精锐的骑兵 一共两千人 由这个明锐和艾龙俄 以及温布率领 第二支队伍啊 由叶尔枪出发 主要押送的是梁草麻痹 带队的呢 就是傅德和阿贵 第三支队伍是支援部队 由这个阿里滚八路率领 从巴尔楚克 经喀什嘎尔 然后再进葱岭 一切安排好了之后 这明锐先带着他两千骑兵 可就杀进了葱岭 这会儿啊 正是润六月 要说起来啊 正是这帕米尔高原 最美的时候 那么说这帕米尔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啊 这是一句克尔克兹话 这帕的意思啊 是山中平坦的草场的意思 这帕米尔呢 自然就是这个山中的平地 这句话 要是按古代汉语来翻译 不好翻译 可现在就一个词就能解释 就是高原的 当时啊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波斯人也好 还有这个新疆回众也罢 他们都认为这个帕米尔高原啊 是万山石巅 世界无几 咱们现在都知道世界无几啊 是青藏高原 是这个喜马拉雅山 是珠穆朗玛峰 这珠穆朗玛峰啊 那肯定不是这两年才长的个儿 长成的世界第一 可是那会儿呢 谁知道啊 那没人知道它是最高 所以大家都认为啊 这帕米尔高原才是世界无几 这全世界人呢 都一个脾气 都喜欢呢 素根素原 当时的人 为什么都喜欢称这帕米尔高原 为万山之祖啊 因为很显然嘛 像什么西马拉雅山脉啊 喀什昆仑山脉啊 昆仑山脉啊 天山山脉啊 还有啊 咱们都不太熟悉的 星都库什山脉 这五大山脉的发源地啊 都是帕米尔高原 当然了 咱们这是正着说 要是反着说呢 说这五大山脉的尾巴根啊 都是这帕米尔高原也行 这亏了呀 是六七月间 要是到了东景天 这人呢 还真未准其能上去 所以说这大小河卓 选择这个季节翻越聪领啊 他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啊 无论是大小河卓 还有这个追击的清军都清楚 到了内上边打仗啊 那简直就是一个要命的事 这帕米尔高原呢 平均海拔就是五千八百多米 这中原人呢 可能不好理解 我跟您这么说吧 人马到了内上头啊 喘气都难 还别说开兵建杖了 您别嫌我啰嗦 既然呢 咱们讲这个清征准干尔 清征大小河卓 最后体现的 要是一个领土问题 那咱们在这儿啊 就不得不说出领土 还是那句话 哎 这事儿啊 我在这儿啊 必须给您交代清楚 但是这些地名 您记不记无所谓 现在这些地名呢 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整个帕米尔高原呢 分为八帕 也就是啊 有八个山中高地 分别是啊 何时库珠帕米尔 萨雷斯帕米尔 朗库里帕米尔 阿尔绰尔帕米尔 大帕米尔 小帕米尔 塔克敦巴什帕米尔 和瓦罕帕米尔 原来呀 整个这帕米尔高原的八帕 全是中国地 可是现在 哎 我说出来都有点烫嘴 不好意思说 哎 只有一个半帕 还是中国地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呀 有的呀 就让英国人强占 归了英属印度了 有的呢 他们就化尽这个苏联 让老毛子抢走了 这主播在这儿啊 对他们好有一笔 用句文言说呀 嘿嘿 这帮鸭听的 那具体是怎么抢走的呢 不在咱们这部书的 这个交代范围之内 以后咱们又有机会 讲这个张个儿之乱呢 讲这个七成之乱呢 咱们得细聊这些事 不过呢 哎 这学徒我有麻说麻 这些事不爱聊 一边说书 一边个儿疼 你说受了受不了 哎 几句闲言勾开呀 咱们还得书归正传 咱们接着说呀 这仙头部队明锐 率领着两千精兵 沿路追赶大小河卓 可就进了这个帕米高原 这山里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按照这明锐自己的话说呀 圆山行走 绕过高峰树处 也就是说这一路行来呀 没干别的 竟翻山了 不过追的方向啊 感觉大概其实对的 这明锐带着追击的部队 就隐喻的感觉 这大小河卓 应该是往巴特克山方向跑了 于是这明锐也不敢怠慢 带着这两千骑兵 在后面紧追 可是啊 没过几天 这问题就来了 越往这葱岭深处走啊 他们越发现 这山上啊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 除了石头就是雪 要不然呀 就是大冰块 是不是有人就纳闷了 这大夏天的哪来的 大冰块呢 哎 您忘了吧 初中地理没学好吧 这葱岭啊 那可是多少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那葱岭里边有大冰川呢 您想那会儿人 他又没学过地理 他不知道什么叫冰川 他们就认识大冰块 光秃秃的山体啊 是冰天雪地 哎 这人倒好说 带着粮食 带着肉干呢 这马可就没吃的了 没过几天呢 这明锐可就不敢再让这两千骑兵 骑着马 在这个帕米尔高原上行军了 因为呀 他明显感觉这马呀 已经开始调标了 趁着这些马匹呀 还得用 那就得保存这些马匹的实力 要不然呢 即便你赶上了大小河卓 追上了敌军 你也没法打冲锋 因为这马呀 那就开始打坏了 那这些个清军呢 受这罪就别提了 雪线以下呀 还好点 虽然啊 是山路难行嘛 但是总算勉强啊 还能行军 可是到了雪线以上啊 那白茫茫的一片呢 可真是爬了兵 窝了雪路 那也没办法 奉了圣命去追击大小河卓 任务不完成啊 那是不行 跟头靶似的 翻过了几家大山 哎 前边啊 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这山口下边啊 有两条路 一条呢 是奔这个安基岩的 另外一条 就是奔巴德克山的 这明瑞呢 赶紧就把向导叫过来了 向导说呀 咱们前两天 一直是从东望西追 到了这之后呢 就分叉了 您看这条望南的呀 就是奔巴德克山的 路窄呀 是艰险南行 那这条望北的呢 嘿嘿 同样是艰险南行 不过他呀 通往安基岩 这明瑞呀 那可是清军著名的将领 出发之前 就研究好了 当地的军事地图 等这个向导 给他一讲 他们的方位呀 他就明白自己 身处何地了 于是他决定啊 望北 向安基岩方向出发 哎 那您纳闷了吗 还别光您纳闷 读史料的时候 读到这我也纳闷呢 明明啊 真查 这大小合着 逃窜的方向 应该是巴德克山 那怎么这会儿 明瑞的反其道而行之 他却办了北了呢 首先说呀 这明瑞他不傻 也没被冻糊涂了 他知道望北呀 是安基岩 可是他呀 仔细研究过地图 他知道拐过这个山口 不远处啊 就有一个湖泊 名字呀 叫哈喇库勒 当地的塔吉克斯啊 管这个湖泊呀 就叫库勒 那这个哈喇库勒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水湖 这地儿呢 咱没去过 听这个名字呀 大概其 就是这个湖很深 再加上呢 这大山挡着阳光 照不到湖面上 所以呀 显得这湖水 就是黑色的 这黑乎乎的 一潭湖水呀 虽然看着 是个险恶之地 不过呀 它周围有牧草 这里呀 自古就是 布鲁特阿布奇克布 的一块牧场 可谓是在这葱林里呀 一块水草丰美的地方 过了这个山口啊 也就是一天的路程 到了那之后啊 人可以休息 最关键的是 让这些战马呀 赶紧吃饱 休养生息 然后啊 就既能行军 又能打仗了 明锐琢磨着 在那儿啊 休养个三五天 这叫磨刀啊 他不误砍柴工 这马有了劲 能跑起来了 自然呢 就能把这几天的时间 追回来 于是这明锐 传下将领 大军呢 转头向北 就笨了 哈拉库勒了 转过山口来呀 也就刚走了半天 这大军就发现呢 荒山变绿了 哎 已经不是石头山了 地下呀 开始稀稀松松的 有草了 随着大军一直往北行啊 是越走 这水草啊 就越丰美 不但如此啊 这大军呢 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他们就发现 这大路上啊 有大规模行军的痕迹 从这痕迹上判断呢 这人呢 也就刚走出去 六七十里地 于是啊 这明锐就领着几名亲随 爬到了高处 登高啊 望前撂望 他发现呢 也就在自己的 五六十里地以外呀 果然是仁阳马斯 正是这大小合拙 带领着他们的部众啊 向北正在逃窜 这明锐心里是 暗暗刀念侥幸啊 这要是自己 往巴德克山方向追下去 就是追到老了年 也谁也追不上啊 因为走的根本就不是一条道 那么这大小合拙 明明是要逃向巴德克山 他为什么又改投了 安吉岩了呢 这明锐呀 会不会就在此地 哈拉库勒沙江上去 秦货大小合拙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